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由被判引发的谋杀案《血迷宫》 马蒂是一家酒吧的老板,财大气粗,而他的妻子艾比早已出轨 出轨对象正是自己的下属雷伊 为此,老板马蒂扣押了雷伊两个月的工资 一天夜里,马蒂打了个电话到雷伊家 发现妻子艾比私奔到了情人家里过夜 第二天一大早,马蒂匆匆赶到雷伊家里,劫持住了妻子 并把妻子拖拉到了屋外 然而妻子不仅掰断了马蒂的一根手指 还朝着他的下身狠踢一脚 马蒂只好仓皇而逃 这时,情人雷伊也出来了 看着妻子当着他的面,向情人头怀送抱 马蒂越想越气 一气之下,他花重金过了一个私家侦探 让他去杀死那对狗男女 当晚,侦探偷偷地潜入雷伊家里 他小心翼翼东张西望,紧张至极 这时,他无意间发现艾比的包包里竟藏着一把手枪 手枪里面含有三颗子弹 侦探灵机一动,与其杀死两个人 拿得一笔钱,还不如直接把给钱的老板杀掉 然后带走更多的钱,这样更加划算 主意已定,侦探在拍下艾比和雷伊熟睡的照片后便离开了 第二天,私家侦探来到酒吧找到马蒂 并将两人熟睡的照片围造成谋杀现场 拿给了马蒂看 马蒂信以为真 在马蒂打开保险柜,准备拿出钱财的时候 趁机撕藏了一张照片 可就在马蒂将钱和照片归还给侦探的那一刹那 侦探掏出艾比的手枪,击毙了马蒂 他把手枪放在了案发现场 以此来营造出是艾比为了奸请杀掉了马蒂 他自己则带走钱和照片匆匆离开 好一招完美的栽赃嫁祸 侦探前脚刚走,情人雷伊后脚就进来了 雷伊准备向马蒂讨回拖欠的那两个月的工资 进屋时,他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枪 枪意外走火,顿时惊了一跳 当他回过神来,才发现马蒂已经被害 雷伊看到是艾比的手枪 便以为是艾比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于是他清理了现场的血迹 随后驾车将尸体运到荒郊野外 企图毁尸灭迹 正当雷伊准备将马蒂掩埋的时候 却发现马蒂还没有断气 雷伊为了自己将来的幸福着想 还是将马蒂给活埋了 处理完尸体的雷伊也回到了家 并告诉艾比已经帮助他处理好了马蒂的尸体 然而艾比却失口否认自己杀死了马蒂 艾比莫名其妙的反应让雷伊感到困惑 他把艾比的手枪放在了桌上就离开了 雷伊再次来到酒吧 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果然找到了那张伪造谋杀的照片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人陷害了 随后驾车匆匆回家 与此同时 四家侦探在销毁照片时也发现 照片少了一张 为了寻回照片 侦探回到案发现场 却发现照片、枪和尸体都不见了 回家后的雷伊准备将这一切告知艾比 却被躲在窗外的侦探一枪拘死 原来侦探想把雷伊和艾比二人都杀了 以便掩盖证据 然而侦探并没有在雷伊身上找到照片 他将头伸出窗外查看 发现隔壁还有一个隔间 于是他伸一只手过去查探 这时 藏在里面的艾比当机立断 用刀把侦探的手钉在了窗户上 接着拿起放在桌上的那把枪 用最后一发子弹击毙了侦探 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是柯恩兄弟的处女作 故事情节环环相扣 每位角色都只拿到了 故事真相的一片拼图 在迷宫里晕头转向 而这正是血迷宫的迷人之处 看到有很多人的地牢 我们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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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帮助